網路上就有統計要掌握最佳透視比例20% 露出自己最有自信的部位 女人味 不好意思 我剛剛看了已經滿好笑 可以跟你講一下IG嗎 真的嗎 真的 想要你教我朋友可以嗎 喔 做IG沒什麼東西耶 沒關係 沒關係 事實的讚美就是有助於搭訕的成功率 剛剛真的看到你覺得滿會傳達的 鞋子滿好看的 然後想說之後可以一起去讀書 現在我們來到鎮大校園 我們剛剛找了五個適合的點 那馬上就進行我們的校園搭訕實測吧 Go Go 第一招就是我們的眼神真誠啦 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除了言語之外 眼神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眼神要真摯且溫和 不能讓對方覺得我在瞪你 再來就是講話誠懇 在想要認識自己有興趣的對象之前 都應該好好想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跟對方說話 才能讓對方感覺到 我真心想要跟你交朋友 那比起一些慘媚的稱讚方式 我們覺得眼神真誠講話誠懇 這個可能會更增加我們搭訕男生成功的成功率喔 那我們就去實測看看吧 不好意思 我剛剛看你就是很 很舒服 可以跟你講一下IG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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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要跟你交朋友可以吧 好好好 謝謝 做IG沒什麼東西耶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空空的 Q啊 扣藥 不然你找我 不然你找我 你這樣子拍他都沒有發現 我們真的沒有用的 我們真的沒有用的 這個 有嗎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生氣 我們這是一個社會實驗 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你剛剛為我搭訕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你的心裡面 又想什麼 我想說 我蠻驚訝的 因為從來沒被搭訕過 真的嗎 怎麼會突然這樣 他看起來超正常的 那你覺得就是 因為我剛剛就是刻意 就是 講話是誠懇一點的語氣 然後也沒有刻意就是 纏妹你怎樣怎樣 你覺得這種搭訕的方式 有加分效果嗎 說話其實蠻溫柔的 對啊 謝謝 一般陌生其實應該都 聽到這樣的問答 應該都蠻會回應的 嗯 謝謝謝謝 那你覺得就是 為什麼這樣子的 就是小撇步可以增加 就是女生搭訕男生的成功率 成功率喔 你說小撇步嗎 對啊 我就其實光是 你光就是熱情 然後有笑容 笑臉姻緣 這樣其實 我覺得蠻多人都應該 我蠻會接受的 你知道嗎 大成功 緊接著下一位受訪者 那個同學 今天不好意思 我剛剛看你在等東西的時候 覺得你還不錯 我可以跟你要一下 你的落後什麼 喔 可以啊 請問一下 嗯 謝謝 看起來人家脫胎視角 放手 IG嗎 對啊 好 這個交個朋友 謝謝啊 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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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請問一下 我們是一個社會實驗 對 就是搭訕男生 就是要 IG的那個 社會實驗 你覺得就是有什麼 小撇步可以增加 女生搭訕男生成功率 大部分都不太會拒絕女生搭訕 對 呃 我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的小撇步 下班好嗎 嗯 就是看緣分 對看緣分 博系戀愛 那網路上呢就有統計 要掌握最佳透視比例20% 穿著清涼的意思呢 不是要你沒質感的露勾 或是露出奇怪的部位 意思呢 其實就是要露出自己最有自信的部位 像是針織緊身上衣啊 或者是緊身的T恤 透視往下的上衣 那可以展現出一點女人味 還能同時帶一點神秘感 那我們馬上就一起去實測吧 阿姨 那個 OK 不好意思 就是 剛剛我在那邊看 我覺得 就是 立場蠻好看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教會你下一個 攝影師在那邊拍的都沒發現 謝謝你現在等人嗎 你怎麼會在這邊 就是 我要 上課 喔你是要在哪邊上課 我在重院 喔 那有什麼不見進去教室 因為我在想要不要教課 喔 教課要幹嘛 要 回宿舍 聲音 要不要教課 那好 這邊 好 就是請問你剛剛被搭訕的第一個反應 我嚇到 嚇到 有點震擊 你有被在路上被搭訕過 有 可是很久 蠻久了 不是在學校裏 不是不是在學校 在路 外面的路上 對 好 那 想問你就是女生什麼樣的穿搭 你覺得好看 像是辣妹風 或是全身性白色的 氣質美女 或者是景孫高齡那種 會嫌奈的那種 對 我覺得 我最近比較喜歡短髮的女生 哈哈哈哈 好 那你為什麼要讓我加我那個IG 就 想說 沒關係大家交個朋友 我可以去剪頭髮 哈哈哈 就是交個朋友這樣子 好 那你覺得穿搭的差異會影響搭訕你的女生就是看法嗎 你會因為就是他可能穿的 不是你就是你不喜歡 那種就拒絕他 應該 我自己是比較還好啦 就是 可是還是會看一點 好 那今天特派人穿搭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肯定是可以的 肯定是可以的 好舒服 應該沒有人不喜歡被稱讚吧 不管是外表或者是內在 那當女生在搭訕男生的時候呢 我們都必須先維護男生的自尊心 在IG都會兩性圖鑑 擁有近7萬粉絲的情場老司機 羅馬就曾經分享過 女生搭訕男生的優勢 這些優勢呢可能是一句讚美 精緻的外在 或者是對待生活的態度 男人對女人的好感呢 其實就是低印象的延伸 簡單來說就是低印象呢 你可能是他的菜 或者是你展現了某種吸引他的特質 那總而言之呢 事實的讚美就是有助於搭訕的成功率 那這種讚美呢 也不是無謂的奉承 或者是拍馬屁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一起去食色看看 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裡面看到你 然後覺得你的穿搭還蠻好看的 他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要個聯絡方式 聯絡方式 他穿白皮圈了 好那就是 你是上學院的學生嗎 那你是 我是外語學院的 外語學院 那為什麼在這邊 不是在單上嗎 我們現在是在找共通話題 這個 欸你要掃我嗎 好啊 要IG嗎 對 好啊 就是 剛剛你被大戰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嚇到 不好意思 嚇到你又嚇到你 那你有在路上有被大戰過嗎 沒有耶 就是 學校 學校應該很難 對 好 然後 那就是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你可能穿搭蠻好看 對 那就是 就是你喜歡被這樣子稱讚嗎 誰不喜歡被稱讚 還不錯啊 那你覺得最滿意自己就是那個點 最滿意自己 嗯 就是都可以 沒關係你就盡量的講 都可以 講不出來 好好好 穿搭 發髮型啊 什麼 嗯 太謙虛了 好像都還好耶 沒有啦 好那被稱讚哪個地方你會覺得開心 就比如說可能傳大你會開心 當然滿開心的 滿開心的 好 那你比較喜歡被稱讚就是 外表 好還是內 就是相處方面 對 好 那 就是 遇到這種剛認識的女生 那 我這樣子適時的讚美 對你來說是會加分的嗎 會啊 會 好 那還是你會覺得剛剛我這樣有很刻意 就是要 稱讚你嗎 其實還好 只要是漂亮女生什麼都可以 除了得到對方的聯絡方式 是不是也會想和心靈的對象有進一步的發展呢 這時候呢就可以心濟的試探對方的女生 對方願不願意 比如說在言語中就可以透露自己待會有怎麼樣的安排 例如吃飯看電影啊 或者是要去圖書館讀書 那問看看對方願不願意一起加入 那這個也是製造共同話題的一部分 也可以間接知道對方的興趣跟喜好 那如果對方答應的話 你大概就成功一半啦 那我們一起試試看看吧 那個同學不好意思 這感覺好像 就是我覺得你的寫字很好看 他是哪一個型號的 30 應該是 他們是不是在找共同話題嗎 你在等學才能聊 對 等學 你是大學的 大學的 是哪一個系的 我穿不同 真的假的我也是 那個就是 我想說 剛剛看到你覺得 你蠻會穿單的 然後鞋子蠻好看的 我想說之後可以一起去讀書 喜歡同一段鞋 可是你們現在塑衣 你們有上什麼課嗎 嚴方 上那個學會 對啊不要一起去讀書 可以啊 好那要加一個聯絡方式 因為他一起去讀書 成功 成功 又追蹤我們 好了 就是請問你剛剛被打散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有點突然 對 好不好意思嚇到你了 然後 那就是 你覺得剛剛我就是有跟你知道一些共同話題 像是我們都是傳染的學生啊 或者是我們都有那個一樣的鞋子 就是你覺得有助於這個搭訕成功 我覺得鞋子還好但是 但是因為都是傳染的 就是有一些共同話題可以聊 好像課課業什麼的 好 那就是如果 我今天是在圖書館搭訕你 然後問你說等一下讀完書要不要喝咖啡 你會同意嗎 我説讀完書還會喝咖啡 不是有讀書的時候 就是可能讀完書去吃宵夜啊 吐槽太狠了 我覺得應該這個還不錯 你說讀完書一起去吃宵夜 OKOK 讀完書吃宵夜 最後一次就是 剛剛的情境來說 你會覺得 我就是可能跟你知道共同話題 然後跟你就是約你出去 會覺得很刻意嗎 還是你覺得蠻自然的 就我覺得大餐都蠻刻意的 大餐都很刻意 對啊對啊 突然就是要約你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就是看 我自己有沒有興趣 這樣 其實講什麼好像也不是太重要 所以那如果你覺得聊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再 要約你出去 這樣比較好是嗎 對 可是這樣好像就不算搭訕 搭訕不就是要有點 冒昧的 可是就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我在這邊跟你要聯絡方式 然後我可能再跟你 慢慢經營一下 對慢慢經營一下 這樣 這樣比較好嗎 我覺得有興趣的話 你步調快點的話也沒差 溫水屬青蛙 說要多快 是直接去飲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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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大家 剛剛大家受訪者 男生他們的說詞 我覺得 就是在同一個校園 同一個場域裡面 大家對於女生搭訕這件事 戒心會比較低 而且 大部分男生被女生搭訕 看起來都還蠻開心 就是實測效果很好耶 我們測了 就是幾組 五組全部都有中耶 就每一組成功率都超高的 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為 在校園裡面 大家的戒心會比較低 就如果我們在街上去 隨意就去靠近別人去跟人家搭話 可能會 對他們可能會覺得你是要來推銷嗎 還是你是要來幹嘛 還有那個酒店經濟 超可怕 剛聽剛的受訪者 好像他們的意思是 只要女生的外表跟穿搭 他們看著順眼 基本上他們都會 答應給聯絡方式耶 其實啊 這是我第一次在學校 就是第一次搭訕男生 當然在學校也是第一次 然後我終於可以體會到 就是中山在南新衣區那些 搭訕別人的辛苦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其實 真的搭訕的話 用一點點心機跟招式 會比較容易成功 就不要這樣隨便亂搭 就不要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要對自己 有自信一點 就是因為搭訕我覺得 這件事情很看 其實還蠻高的 要讓人卸下情況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下將搭訕 實測 所以可能就是 比較容易一點 讓人家卸下情況 不會讓我覺得 這個人很奇怪 那我覺得 今天搭訕的人 其實都還蠻慢 他們耳朵很好 所以就是 還蠻容易可以 跟他們合作 有互動 對 那我們這期的節目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 爆紅錢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說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有薯 iedo 農